联系右上角关注,爱健身的魔兽,私信回复干货,自动给你联系,分享更多健身干货。 你记得第一次去健身房是什么时候吗? 在文章下面的评论是告诉我们,哇哦他怎么推胸的重量这么大,哇哦他的胸肌,差点把短袖T恤撑爆了。 可能好多小伙伴都对这样的胸肌好吃惊,不知道该怎么办到。 然而对于老司机,他的胸肌都压死了,好厉害,但是无论先老,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,怎样增强胸肌,是用多种方法来增强力量并且提高握推的次数,还是用弹力带和负重铁链来增加阻力,或者使用过半程序链等多种方法来增强握推的力量。 不如试试注意这些细节,健面与力量举的差异,虽然似乎在获得力量和肌肉生长之间有联系,但是两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。 一个更强强的肌肉会是一个更饱满的肌肉,反之一然,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,力量举爱好者的训练是要求在一定的距离,特定的时间内举起一定的重量。 肌肉质量并不重要,而训练效果则是举起更大重量,也是唯一目标。 训练增加依赖于大重量,一定的辅助训练,并且密切关注力竭状态。 健美运动,是增强肌肉组织的运动,增加肌肉质量是关键,不需要每一次都考虑绝对力量。 增加肌肉质量更多关注的是历劫,训练频率和肌肉收缩时间等。 了解每个目标的具体需求,你会发现大多数在健身房的小伙伴都在把自己训练,成为一名力量举爱好者。 观察自己的握推重量,是否有实质性的进步,在握推的重量上花费大量的时间,专注于低水平的训练。 实际上,他们只是以错误的方式训练,他们想要更大的胸肌,但他们的训练只注重了力量。 所以,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心态,从单纯的力量转变到肌肉的塑造。 当然,力量是辅助,但我们将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,以帮助增加更多的胸肌。 以明确的目标,首先,更强的握推和更多的肌肉都是你要的。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肌肉,那么力竭训练才是你的目标。 不要担心训练重量,对人推起的最高纪录,或者你朋友对你的形象,把精力集中在让肌肉力竭上。 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关心进步,逐渐进步仍然是一个看主力训练中的重要因素。 驱动更多的肌纤维和使肌纤维感到疲劳应该是你的目标。 你应该关注的是适当的技巧、姿势、肌肉的功能、伸展和收索。 这才是念动一致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,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肌肉,而不是担心降临还是降临的重量,并成功的打造真正的肌肉。 我们总会说,你不应该去健身房举重,而你应该去锻炼你的肌肉,要完全控制负重,而不要让它控制你。 而高频率,你有没有注意到经常训练腿部的人,他们的大腿都特别粗壮,他们经常训练大腿。 如果每周训练胸肌两次,甚至三次当然每次锻炼量适当降低,不敢和对神经系统的刺激,会迫使你的胸肌进入下一轮的生长。 胸肌会特别容易被刺激到,因为肌肉神经一直位于较高的活跃水平。 通过如此高频率的训练,肌肉只能适应和成长。 三次重训练,次重训练在任何训练中都有其应有的地位,用一种力量来控制你的身体是每个人能力的一部分,俯卧撑等动作是不可缺少的。 通过控制你的身体,和高龄或甲龄对胸肌的刺激是完全不同,为了平衡身体,你是要稳定你的肩关节,核心,款部和腿部,同时适当伸展和收缩胸肌。 说一件你最近健身很开心的事情,在文章下面的评论去告诉我们,为了正确的训练俯卧撑,手笔肩膀略宽,去干笔直,收紧腹肌并且稳定身体,手肘下降45度,要么让胸肌触碰到地面,要么在大概5厘米处位最低位,然后推起来,同时挤压你的胸肌。 这个简单的动作,将集中刺激你的胸肌,在每个握腿中间进行,可以让胸肌尽快力竭。 4.梯极训练 梯极训练只是一个术语,可以用到很多胸肌训练中。 其中最有效的是等去停息梯极,从一个适合的数量开始训练。 我们以俯卧撑为力,缓慢下降,然后挤压胸肌,在6次俯卧撑时,推起挤压胸肌。 整个推起的动作维持6秒,手要不移动,然后紧接着,用5秒等距,保持来执行5次,然后去4次,3次,2次,最后一次,用1秒钟完成。 看上去不容易吗?试试看,这个动作也可以用在杠铃卧推和亚铃卧推。 如果有其他的动作好的形式和技巧,并且用你所拥有的一切来挤压,你会感受到强烈的蹦跶病呐喊,这也有助于建立我念动一次的效果。 无论是作为训练量大的训练,还是在旅行检查中,你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角度变化和挑战。 5正确姿势 正确的姿势是必须的,如前所述,当谈论增强胸肌时,力量与爱好者的方式对塑造你的身材并没有太大作用。 你需要的是恰当的技术,不仅为了更好的训练效果,而且为了安全。 握推、盖鸟、俯卧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胸肌动作的训练,都需要正确的动作。 大多数胸部运动的一个共同技巧是以特定的方式来控制你的肩膀,最大限度的收缩胸部和尽量减少三脚肌的参与。 做平板握推时,躺在一个平板凳上,肩膀向下倒腰的水平高度,这可以帮助你扩大你的胸腔,下背部和平板凳之间有一定的间隙。 而你的上背部和臀部都和凳子接触,双脚牢牢地扎在地上,大腿绷紧,重犯利用胸肌收索,令非线性阻力。 你以同样的速度推起同样的负重吗?我们具体讨论线性和非线性阻力的使用以及它们对肌肉生长的影响。 研究发现,肌肉生长和强度增加,与非线性负载有关。 为了解释,线性会让你逐渐的熟悉你的握推重量。 随着训练而越来越高,一个非线性阻力的计划,会使你改变你的使用负重,要训练更有效。 如果你每周练三次胸,第一次可以是每组八到十二次,第二次每组四到六次,最后一次每组十五到二十次。 注意,这种训练没有合适的渐变模式,相信你使用的负重是可变的。 七巨人组,一个巨人组是持续的三个或更多的动作,组间短间下或没有休息。 在一定数量的次数或时间之内完成,目的是迫使肌肉或肌肉群进入疲劳,同时增强肌肉质量,肌肉耐力和心肺能力。 训练的诀窍是密切关注什么时候进行复合动作、固域动作、高稳定性动作和刺重动作。 在一般情况下,你应该在训练一开始,进行要高稳定性和高技术的训练,把那些需要较少会用到的机械并且更安全的放在最后。 这将不仅有助于增强训练效果,这样可以利用技巧。 把更容易完成的训练推到最后再练,把定期整理自己的训练计划,每一个星期对自己的训练进行考量。 这行得通吗?真的进步了吗? 百分之九十九的小伙伴都在挣扎为什么效果不明显? 如果是,那么你需要留意自己的训练,并用你现在的训练做一个小的清理。 胸部训练计划可能需要一些修改,定期整理自己的训练。 剔除没有训练,把注意力集中在杠铃和雅铃握推,不同角度的双杠必须深合幅握撑。 一旦你掌握了这些关键的练习,你就会练出强大的胸肌。 你也会从一定的孤立动作中受益,帮助你的胸部水平提高。 最后,把握你自己的状况,诚实地对待自己,正确地调整自我。 肌肉增长一定是你想达到的目标,不要在意个人记录。 开始为胸围的目标而练,也不是只为自己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而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